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民主制度 講民主制度一定是講美國的 因為美國是近幾百年來做得最好的民主制度的國家 第一陣的總統就是華盛頓 即是砍櫻桃樹那個 他一定是對的 因為他那時候砍櫻桃樹的時候 那些人跟爸爸說他砍櫻桃樹因為他拿著一把斧頭 所以他說他爸爸一定是原諒他的 其實在1796年 178幾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當時美國並非是52個州份 只有13個州 那時候國庫也很空虛 債台也很高足 他就選了他做總統 還有定立了一些憲法 那總統就是國家的元首 還有行政首腦 那也是所有軍事的話事人 那他的名望就非常之大 其實立國那時候已經是有民主黨 共和黨和共和黨不斷有黨真 那其實你看到很多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商會 每個人都欠上位 分開黨派 經常都見得多 都師兇見慣 那他做完第一任之後 再續第二任 那其實在那時候的憲法裏面 是沒有規定是不准做第三任 那是他 我都挺欣賞他是一個急流勇退的人 就算他那時候是受到愛戴 他都退了下來 被第二個人接上 那在美國的歷史上 只是德羅斯福 是連續做了超過八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他就任的時候 1933年到1945年 就是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根本是沒有時間 也沒有資源 是去再去選總統 還有要在外交裡面 和在軍事上有一個連續性 所以羅斯福在第二任之後 是沒有經過選舉 都是繼續連任 但是在1951年 在共和黨的推動之下 就寫入了憲法 就說規定總統 只能夠連任兩屆 那這一個 就是避免了 整個 美國 就走回去一個 類似一個王朝式 就是可以永續的 那這個是 怎麼說呢 就是在美國這個 這一個這麼特殊的土壤 是培育到這個制度 為什麼呢 最初移民去美國的人 通常就是被宗教迫害 或者是被王朝迫害的人 尤其是那些新教徒 他又沒有了家園 又沒有了財產的勞動人民 就攀山攀山攀水 就去了美國 去找新生活 那他這些人 都要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創造一些新的條件 那他對之前那些封建制度 是非常之厭惡的 那所以其實 美國為什麼會走到這個民主的制度呢 是有本身有他自己的土壤 是給他去醞釀和發酵 那其實每一個國家 或者每一個地方 我經常都說了很多次 他們有自己很多的文化 因為美國是移民的城市 那令到他們那個文化 不深入的時候 所以他們是可以作出很多不同的嘗試 那反過來 歐洲也好 中國也好 他們是背著 好像中國那樣 背著幾千年的 農民的思想 和封建思想 歐洲也是 抱著幾千年的貴族的思想 封建宗教的思想 那他們行的制度 是跟美國不同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可以用一個制度 去給不同的國家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文化 沉澱出來 那所以你說 美國搞到今時今日 又美國國會山莊是這樣 又這麼多人去反 那我覺得不是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一個制度 一定是會受到挑戰 如果挑戰的時候 如果他可以順應到民眾的要求 作出修正 是他們的民眾的選擇 那我不覺得 又要逼美國 又要行其他一些制度 我覺得是不可行的 是只可以由他們 由內至外 去轉變的制度 才是一個正常的發展的方向 那今天想說的華盛頓 和美國的民主制度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